嗨 各位粉丝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越南的系列啦 甘哥又要带你们认识一下越南了 来生活体验一下 好 接下来甘哥呢 介绍给各位一下 了解一下 其实早期 越南是有很多华人 他们主要自己是在东郡 那因为那时候叫西贡 是因为后来北越 打到南越 把西贡打赢了 那所以呢 现在南北越已经统一了 就是我们知道的越南 那这些华人呢 比较有钱他们就往国外移动 这是到国外去发展啊 那剩下这些人呢 他们就是讲 这些华人主要是在 聚集在五郡 六郡 十郡 还有十一郡 这四个地方 那今天我们主要介绍的 不是五郡 因为为什么我们的暗黑团 今天晚上都在五郡 那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十郡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边 就是十郡 十郡真的是一个蛮传统 也比较旧一点的社区 那看起来 所有的建筑都看起来 蛮怀念的 诶等一下我听到狗叫声 诶 这边居然看得到狗 你知道为什么要看卖狗 这么的 惊讶吧 因为越南人 其实是有吃狗肉的习惯 所以路边的野狗 他们被抓去吃掉了 诶 那刚哥 请问你有吃过狗肉吗 哦没有 我很爱吃小动物 尤其是爱狗 因为狗是人类最忠实的动物 来我们宣导一下 不要吃他们 他们这么可爱你还要吃他们 很难得 竟然可以在这边看到路边的狗 所以十郡代表十郡是很友善 很爱护 小动物的一个郡 所以代表在十郡应该是非常非常和善 所以让我们来今天探索一下第十郡吧 我们现在看到最后面的Q10 Q就是滚乐文 这是郡的意思 在英文它就是 Hitring 所以是 Dishring Pen 滚味 第十郡 我们看从越南的招牌 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人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房子 这一间最好在耿修 然后这边我们主要看到 越南这边 十郡 它的房子真的是比较像台湾 30年前的建筑 看起来比较老旧与传统 那我们来这边十郡 探索一下逛逛 这边有一个小公园 也看到这边有一个喝咖啡的地方 都蛮传统的 对 我们突然间看到对面 有两间洗把店 离把店 有洗头把的剪头把的 就是我们讲美容店 那左边那间看起来是很传统的 右边那间感觉是新开的 那新开的话 等一下 我有看到 羊牙哀悯服箱 减价百分之二十 就是说打八折的意思 新开的打八折 我们可以过去看看 OK 就让我们过去探浅一下吧 看到有一个妹子在跟我招手 蛮可爱的妹子 你好 你好 坏说中文 我们进来开始了解一下吧 你好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如玉 张如玉 你问 张如玉 所以这边是华人区 你是华人吗 不是 我是越南人 是越南人 越南 越南人有分 越南华人跟当地的越南人 越南人会说中文 所以你是越南人会说中文 你有学 有 我有去学校 学一个月不学 有一个学一个月不学 那你有没有 男朋友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喔 啊 你几岁 我24岁 24岁 没有男朋友 聊天室知道了 还有各位观众知道了 该怎么做的知道了吗 那个 你是老板吗 我是 他是老板 你是老板 我是他的女 岳父好 你看对我笑 有机会 有机会 好 来我看一下 今天我们主要是 这边主要是做什么 剪头发 我们之前常常做的是 影片就是月系洗头 其实之前我们讲过 那是韩式 可是后来现在就是同一 变成月系 那主要是洗头 那这边呢 就是很传统的 越南的理髮店 其实在台湾也有 世界各国也都有 那我们来体验一下 越南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好 来 好 我可以给各位翻译一下 这个combo 他有第一个combo 叫做 六种服务 24万 他刚刚讲的第二种服务 是十种服务 有18万 他介绍的第一种服务呢 有包含什么呢 第一个 刮鬍子 我们看到上面有 然后 这边还有掏耳朵 还有 拔粉刺 另外还有脸部的清洁 还有面膜 跟 洗头 肩脊 按摩 这样子的服务 总共24万 这是第一个combo 来 combo 2 我们有 搞脈 鸡 鸡 露骨 抬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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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概没有翻译我看你也看不懂了 这位如宇他刚刚讲的是 这边是combo 2 这是第二个套餐 还有十种服务 包含了什么呢 第一个 刮鬍子 第二个 掏耳朵 第三个 拔粉刺 第四个 脸部清洁 第五个 脸部按摩 第六个 这比较特殊的 这个就是用机器 去做所谓的护肤跟保湿 下一个就是 一样贴面膜 那再来是所谓的洗头加按摩 这边就是做 还是传说中的洗眼睛 最后这边是 剪指甲 手脚指甲 全部的combo 下来是48万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所谓的 最下面这边的服务 南比特别的 特别什么服务呢 我来期待一下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服务 是 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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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丝应该很期待 特别的服务是什么 我翻译一下 第一个 男士烫法 第二个 男士的 燃法 剪家燃 第三个 竟然有这个 这么特别的服务 髮油耶 大家应该看过 赌神 我们的八哥 他就上那个髮油 这个巧克力 手 手 接下来呢 让我们体验的就是 一个一个的行程 第一个就是剪头发 那 让我未来的老婆 帮我剪个头发吧 刚刚都跟岳父打过照面了 哎呀 安安讲 安安安 哎呀 我老婆准备帮我剪头发了 我把我的第一次就献给她了 你相信我吗 我当然相信你了 嘿嘿嘿 我可以把我一辈子都交给你 没有关系 我们这家店才刚开张 没多久 那现在目前打发 整个 希望大家有空可以过来 那刚刚的地址看就不少了 那接下来进行我们下面的体验咯 我们下期再见 剛剛我們體驗的洗眼睛 哇那個洗眼睛真的是 傳說中的洗眼睛 其實眼睛可以洗得乾淨是很舒服 但是眼淚直流 它只是用按摩你的眼睛裡面 然後最後再用頭髮下去弄 把你的眼睛裡面的一些污垢、結石 聽說可以自殺眼很不錯 但是我等一下覺得 他們說是很舒服 我是覺得當下很舒服 可是實在是有點癢有點痛 所以你們可以來試試看洗眼睛 越南洗眼睛是只有越南才有的 這個蠻有名的 好推薦給大家一下 哇接下來是我們真臉有沒有看到 真氣 哇真臉 護膚 有沒有看到仙氣瀰漫 彷彿身在天堂 這是只有我們COMBO HIGH喔 第二個套上面才有的 等於全部做下來是48萬 有含這個服務 這是其他的越式洗頭鍵是沒有的 哇介紹一下這個真的是很厲害 這邊吸豆豆 而且它的蒸氣是冷跟熱 三溫暖的 有香茅的香味 真的是很舒服很特別 所以你們可以來這邊體驗一下 這樣 讓你有在那個天堂的感覺 哇仙氣瀰漫 因為它的蒸氣是兩個 有冷有熱 很特別的服務喔 這個在我們越式洗頭店是沒有的 哇今天的體驗真的是很不錯喔 沒想到除了越式洗頭以外 這種越南傳統的理髮店 也會有這種很特別的服務 而且最終今天很開心 認識了我們美女店長如玉 美女店長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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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多了一個老婆好開心 不過因為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我有聽到客人有在講中文 那我們現在方便一下去了解一下說 其他客人對這間店的感覺 好那我們把鏡頭帶到我們 不好意思我們可以訪問一下你嗎 好好好 請問先生貴姓呢 我姓鄭 鄭先生喔 好那不好意思那麻煩你就是介紹一下 用您的角度來感覺一下這間店這樣子 像我是住在附近 像這個區域嘛 它也是說是越籍的華人比較聚集的一個區域 像這也是不知名的第十郡 那越南的華人基本上比較聚集的 像就是這裡的五郡十郡和十一郡 都是在這個周邊 那像這種傳統的越南在地的禮拜店的話 它基本上還是以做越南的在地人的生意 或者說像我們一些外國人在這裡住的時間比較久了 也是在這裡附近居住 所以說就基本上經常來光顧 這裡算是一個比較親民的一個價格收費 它不同於主要做旅遊客的一些商鋪 它像這種商鋪呢 它是比較實惠 無論是從剪頭髮 或者說做美容啊護理啊這方面 都比較經濟實惠 對沒有錯 因為我看這邊價格主要是公開的 你想要做什麼樣的服務 上面價格都一清熱煮 不會像某些地方某些禮法店 可能跟你講的是這個價格 到時候又要收小費又要幹嘛這樣子 可能就好像我們講在痛載觀光客 這個是一個它做旅遊客生意的商鋪 和做外居客商鋪的一個不同 所以像這種商店的話 它基本上不存在一些欺詐 或者說搶買搶買什麼樣的 對沒錯 所以來這邊我覺得是蠻好的 就是你看到多少就多少價格 也不會額外多出費用 最主要我們還有美女店長 真的蠻開心的 那非常感謝鄭大哥 謝謝你接受我的訪問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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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呢 我們對這間店的介紹就到這邊 那如果說 未來你們有興趣想要自己來的話 下面有的一集 那你可以參考 可以過來這邊試試看 它有別與不一樣的樂事洗頭 那它有更多的讓你體驗更多的服務 那最後呢 這邊我要是跟各位說聲再見 那有機會呢 參加我們的健康行程團 如果你想要來這邊 我也可以帶你過來 好 OK 期待下部影片 謝謝 拜拜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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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